运动完后一身汗 全身舒畅 甩油又排毒 不过头上那一颗颗抖大的汗珠 要是没有擦干净 留在皮肤表面与脏空气接触 就容易堵塞毛孔 产生皮肤过敏或是痘痘 大量流汗的话 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一些有毒的 我们所谓的废弃物存在 所以会有点刺激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皮脂线也会分泌 那皮脂线油脂的环境 又适合我们的错疮感菌繁殖 而要是严重一些 也可能造成汗疹 毛囊炎或汗瓣的发生 通常在皮肤的皱褶处 包括手肘 腋下 鼠膝部 这些容易流汗的地方 以及衣服的覆盖处 另外小孩的体温比大人高 更要注意流汗造成的问题 比较慢性的就是汗瓣 汗瓣是一种黴菌感染 那黴菌感染就是 当我们皮肤潮湿的时候 我们空气中有黴菌存在 那黴菌在皮肤上面繁殖 就形成一些大小不一样的斑块 有红色 有咖啡色 有白色 擦汗的时间点最关键 医师提醒 不要等到看到汗珠才擦汗 有些闷热时 就可以用干的毛巾轻拍擦拭 运动之后也要特别注意清洁 避免汗渍的堆积 大家新闻雷亚许英豪 台北报导 好 好 好